总复习2,我们要解下列各联义方程式 这一边,这个是我equation1,这个是我equation2 然后很明显的我看到我的这个equation1这一边 我的x是y加5,我就可以把它sub进我的equation2 OK,我就可以说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就有y加5加y等于3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5翻过去的时候 我就有2y等于3-5.2 所以我的y等于2除2等于1 接着我sub我的y等于1 into我的equation1的时候 我的x会是等于1加5等于4 OK,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y等于1我放进这个y这一边 所以我就有x等于4y等于1 然后我们可以检查我们的答案 我们怎样检查答案呢? 就是说我的x等于4y等于1-1的时候 你看我的那个left hand side for equation1那边 它是x也就是4 然后它的right hand side呢是y加5等于1-1加5 然后也等于4,4等于4正确的 然后我的equation2那边呢 我的left hand side呢 会是等于x加y 然后也就是4加1等于3 也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所以它也是对了 然后这一种题目如果我要用计算机来检查的话呢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我需要把我的这一个 什么y翻过去这一边 然后它就会变成x-y等于5 然后x加y等于3 然后就是说我的x对齐,y对齐 然后号码对齐在另外一边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计算机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按mode 然后第5个equation 然后第1个to unknown 然后我就放它coefficient1等于-1等于 然后5 然后等于 然后1等于1等于3等于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4 x等于4 y等于-1 所以x等于4,y等于-1 它题目就做到了 这一个它的coefficient1-1 然后1,1 所以我刚刚放进我的计算机里面是1-1,5 1,1,3 然后如果我用cash cashow5t0ex的话呢 我按mode 然后第5个equation 然后它是第1个 这一边就很清楚 它是anx加bny等于cn 就是anx加bny等于cn 然后所以我选第1个 然后它是1等于-1等于5等于 1等于1等于3等于 然后我再按等于 所以我拿到x等于4 y等于-1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可以直接拿到x等于4 y等于-1 ok 它非常的那个方便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拿到它的答案了 ok 然后在这一边这样 我就拿到这一个 嗯 这样 ok 我刚刚的这一个是这一个 我把这一边放进去里面 这样 ok 好 然后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 更神奇的方法来做这个的简单答案是 用desmos来画graph 我有x等于y加5 在desmos这一边 ok 你去google找desmos 然后它这个是x等于y加5 x等于y加5 ok 你在这一边x等于y加5 ok 这个是我第一个equation 然后第二个equation是x加y等于3 x加y等于3 ok 在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就是它的答案了 ok 4-1就是它的答案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拿到它的答案了 ok 所以desmos直接调查的点 就是它的那个 solution 然后4-1 x等于4 y等于-1 所以它这一边是x等于4 y等于-1 因为我们知道coordinate它的写法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coordinate coordinate是什么东西呢 coordinate是坐标 坐标是先前后再上下 xy这样的写法 所以我们刚刚的是x等于4y等于-1的时候 所以我的x等于4y等于-1 所以它的坐标就是4等号-1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是4等号-1 就是这样的 是4等号-1 4等号-1 7 7